我现在手里这两台手机是小米的12S Pro和12S Ultra 它们搭载的是高通新出炉的骁龙8 Plus处理器 这骁龙8 Plus我们前一段时间已经测过工程机了 相比这个骁龙8 由于换上了台积电工艺 能效上总算是有了很大改进了 这次高通也是把重点放在降低功耗上 当然了 高通怎么说 我是不信的 工程机的表现再好 这个零售机也未必是同一回事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到消费者手上的这两台小米的机器 它里面的骁龙8 Plus 到底是怎样一个能效表现 高通能不能把这个翻了的车再给它翻回来呢 咱们今天就测试一下看看吧 这次的小米12S Pro和Ultra 把升级的重点放在了影像上面 跟莱卡合作 尤其是大杯的12S Ultra 塞进了一个1英寸的超级大笔 也是因此让它的外观变得非常的 有辨识度吧 这个外观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的话高情商的讲就是 比这个11Ultra还是要好看一点的 12S Pro则是延续了12Pro的设计 只不过把蓝色机型替换成了白色 我个人更喜欢12Pro上的蓝色 但是12S Pro的白色我觉得也还不错吧 12Pro的设计算是近几年小米手机里比较好看的一个了 作为一个不太拍照的人 这两个让我选我是会选12S Pro的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今天这个评测我们就不聊相机了 想看相机的同学可以去其他的UP那边看 我来聊这个就不太专业 还不如把咱们的篇幅全部花在刀刃上 好好聊一下我们擅长的部分 就是性能和功耗 咱们把这颗骁龙8Plus测个底朝天 和以往的手发机简单测测不同 这次的小米12S系列 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我专门等到刷机包放出来才开测 为的就是把完整的能效曲线画出来 尤其咱们要看看它在最常用的中低屏下表现怎么样 那么废话就不多说了 直接放出小米12S Ultra上测得的CPU多核负载能效曲线 还是提醒一下各位 这个曲线的看法是越往左上的能效表现越好 也就意味着你的同功耗下的性能越高 或者同性能下的功耗越低 可以看到 骁龙8Plus的曲线 总体来讲和天玑9000的水平是比较接近的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 因为它和天玑9000一样 都采用了台积电的4nm工艺制造 CPU也都使用了X2加上A710加上A510的架构组合 也是因此它的能效略逊于天玑8100的 但是比起三星工艺的骁龙8还是强了一大截的 这个能效表现同样也略优于骁龙870 不过骁龙8Plus虽然和天玑9000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因为定屏策略、核心设计、内存调度、电源管理等多方面的不同 它其实曲线的走势和天玑9000的K50 Pro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好消息是骁龙8Plus大多数时候能效都是略优于天玑9000的 尤其是在中频到高频的这段能效上表现得还不错 低频和天玑9000是半斤八两吧 但是在极限高频上 由于它的X2大核定到了一个3.2G的超high频率 功耗有那么一点点的失控 被天玑9000给反超了 极限性能跑4211分的时候 差不多是将近9.2W多的主板功耗吧 如果我们看它的X2大核就能看到最高的3.2GHz的频点确实不太划算 单核跑1343分的主板功耗可以到4W了 其实只要略微降一点频 它的能效就还算可观 总的来讲 骁龙8Plus的CPU部分是有的时候比天玑9000略优 但总体还是差不多的一个水平吧 如果要和苹果真一比的话 A14肯定是打不过的 但是A13在中低频下基本上和骁龙8Plus是一个能效水平 高频下还是高通要更强眼 毕竟它的极限性能不一样吧 CPU部分的能效表现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满不满意啊 那我的看法就是 总算是把烂摊子给收拾完了 三星工艺这个拖油屏终于给甩掉了 也行吧 一步步慢慢来嘛 现在这个CPU至少是一个能用的水平了 但是能用离优秀还是有差距的 那这个事情就不是手机厂商和高通能决定的了的了 我们还得看ARM的脸色嘛 前几年刚发布的Cortex-A715新架构 似乎也是把重点放在了能效改进上 那咱们就期待一下明年的安卓阵营旗舰处理器 能不能进一步降低功耗吧 除了CPU之外 另外一个对游戏体验来说很重要的就是GPU能效啦 虽然说移动端的游戏性能主要还是取决于CPU 但是功耗这个事儿呢 大家都是有责任的 对吧 如果GPU的功耗高了 尤其是中低频的GPU功耗太高的话 游戏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嘛 那么骁龙8Plus这次的GPU能效怎么样呢? 你还别说好像还行 我们跑了GFXBench的阿斯特克2K测试 Vulkan和OpenGL都跑了一遍 那么骁龙8Plus这颗GPU能效 确实是目前安卓端的天花板水平了 比起之前GPU第一的天玑9000 大多数场景下 骁龙8Plus的能效都要更好一点 高通的优势主要在于中频和高频部分 骁龙8Plus这颗GPU极限性能上升的同时 功耗也控制得还可以 跑到极限也就是9W出头的主板功耗吧 比起骁龙8确实是好太多了 但是高通也不是全程完胜发哥的 至少在低于364M的低频场景下 骁龙8Plus的GPU能效是不如天玑9000的 比较尴尬的事就是这些旗舰手机的GPU部分 其实都是有点性能过剩的 所以实际玩游戏或者其他一些应用场景 80%的情况下 GPU都是工作在400Mbps以下的 这就让骁龙8Plus很难体现出它中高频的优势来了 不过总体来讲它这颗GPU的能效还是不错的 不光比上一代的骁龙8强也要优于天玑8100 8888还有870这些前辈 那有的同学就要问了 你跟安卓有什么好比的? 有本事你跟苹果比啊 对吧?嘿嘿 这就没办法了 毕竟A15太强了嘛 骁龙8Plus哪怕跑Valken API 依然没有办法打赢A15 能效上还是有一代差距 不过高通这一次至少和A14是可以一战了 骁龙8Plus的这个GPU在中高频下能效都是优于A14的 低频下还是苹果表现得更好一点 总体来看这颗GPU还算体面吧 至少比它的CPU部分给力多了 你看这自研的东西就是硬气 不像CPU完全是被ARM拿捏着的吧 高通要想全面追上苹果 或许还是得希望于收购来的Nuvia团队自研的CPU架构了 除了GPU的能效曲线之外 我们也想知道小米的这两台新机能不能压得住这颗GPU 降频严不严重 所以我们又跑了一下3DMark的Wildlife Extreme压力测试 结果发现这个小米12S Pro还算相对稳定 压力测试稳定度是75.3%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降频情况 降完屏之后的这颗骁龙8Plus依然能达到A14的分支性能 这个表现比起大多数骁龙8的机器还是要好一点的 不过超大杯的小米12S Ultra的GPU调度就比较怂了 只有52.7%的稳定度 中间有一段比较严重的降频 感觉这个还差点意思 不够优雅 不过这些跑风也就仅供参考吧 实际游戏表现怎么样 还得真正玩一下才知道嘛 所以是时候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元神了 还是离岳岗晚上的跑图测试 在3.0大版本更新之前 我们暂时还是按照这个既定的流程来 国际惯例首先还是数一下它的分辨率 不论是小米12S Pro还是Ultra 目前测试的系统版本 都是可以达到720P的标准渲染分辨率的 没有出现任何缩水的情况 那么这次我们对比骁龙8的机器 正好就可以用小米12Pro了 同一个机身 不同的处理器和调度策略 正好就可以看看这次的处理器换代值不值 那我们先来跑一下标准测试吧 25度室温 WiFi环境 300nit屏幕 画质以安卓段最高为准 结果 这个骁龙8 Plus的表现还是挺符合预期的 小米12S Ultra在测试的前17分钟 都可以稳定地跑在60帧 只有偶尔有一些掉阵 这段满帧的整机功耗是6.7W 和我们当时测的工程机还是挺接近的 这个功耗要略好于K50Pro 逊于K50 比起骁龙8的机器来说 那真的是好太多了 我这里甚至都没有把12Pro拿上来 因为它怂得根本就跑不到60帧 都没得比 12S Ultra的整机6.7W 不算惊艳吧 但还是挺合理的 查看调度你会发现 它这段CPU频率确实也非常高 中核长期维持在2.6G的高频上 大核倒是平时只跑在0.8G的低频 只有需要的时候会偶尔短暂的跳上3GHz 来避免一些小卡顿 总体来说这个游戏调度还是非常激进的 不过6.7W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所以在17分钟开始就出现了间歇性的降频掉帧 只是这个降频的策略 我觉得值得商榷 基本上都是突然间降到50帧以下 缓个几秒再恢复到60帧 为用户体验考虑的话 我觉得降频应该再缓和一点比较好 整体30分钟下来 平均58.5帧 这表现还不错 除了12S Ultra之外 我们也测了12S Pro 那这台机器的调度就有点意思了 和Ultra不同 Pro并不能跑到满血60帧的帧率 只能勉强接近60帧 你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大小波动还是挺多的 但是相对应的 它的功耗也要比Ultra低很多 刚刚Ultra跑60帧满帧是6.7W 而Pro这边平均58帧只有5.5W 哇 这个功耗确实相当低 这怎么做到的呀 怎么会和Ultra差这么多的呢? 其实要感谢小米在Pro上用了一个非常鸡贼的调度策略 如果你看它的CPU频率你会发现 这个小米12S Pro的频率 定的真的是非常恰到好处 在Ultra上非常激进的中和 现在大幅降频到了1.65G 这是一个正好可以满足游戏 勉强跑到接近60帧的这样一个频率 事实就是原神你想跑到一根线60帧 和差不多接近60帧带点波动 所需要的性能还是差挺多的 12S Pro以这么点性能虽然波动比较多 但是平均下来也有58帧了 Ultra为了稳定60帧 中和提了一大截的频率 功耗也是随之猛涨了 这两种做法各有各的好处吧 乍一看你可能感觉这个58帧和Ultra的稳定60帧也没差多少 对吧? Ultra跑那么激进是冤大头吗? 也不是 因为体验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Ultra在前面没降频的时候明显小卡顿要少很多 游戏玩起来是能感觉到更顺滑的 而12S Pro还是有比较多的波动的 不过有一说意 12S Pro虽然不是一条线的60帧 但是能跑到平均58帧 在安卓端也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水平了 尤其是和12 Pro对比一下 哇 差距差的有点远了 而且12S Pro在跑到这个帧率的同时 功耗控制的也还不错 比Ultra要更节制一些 对吧? 也是因此它可以以更低的温度坚持玩更长的时间 那我们这里也拍了测温 小米12S Ultra的最热点是在它的边框上 最高温度可以达到将近47度 这个比起骁龙8时代还是改善了的 但是也算不上太凉快 那么相比之下 调度更保守的小米12S Pro的温度就要来得更低了 最热点同样在边框 但是最高温度却只有45度左右 这个摸起来明显就要凉快很多了 甚至它都没有比iPhone烫多少了 体验上差别还是挺大的 合着这迅龙迅了这么多年 只要龙病乖了就更好迅了 是吧? 那这样看来 骁龙8 Plus的原神表现确实是还行的 并且让我非常欣慰的是 这次小米12S的调度 从它的侧位来看 应该是花点心思去调教的 挺好的 以8 Plus的能效表现 如果我们降到中画质来玩原神 那么Pro的整机功耗可以进一步降低 差不多只有5.1瓦的整机功耗 总算是长期玩不会感觉太热的一个体验了 帧数上讲 中画质下小米12S Pro还是有挺多波动的 但是问题不大吧 这个调教综合它的功耗来看 感觉还是比较合理的 与此同时 12S Ultra在中画质下 仍然延续了一个激进的调度策略 全程贴着60帧在跑 功耗则是降到了6.1瓦 这个流畅度仍然是要比12S Pro更好 比Pro的卡顿明显更少 中画质相比高画质的时候坚持的也更久了 差不多玩到26分钟才开始出现波动 不过我是觉得Ultra的性能模式有点略激进了 如果能稍微低一点频率的话 没准就能全程坚持下来不吊声了 看起来小米12S Pro和Ultra在我们的标准测试场景里混得还行啊 那怎么行呢? 不让你们受受苦 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这是评测了 来 我们把30度5G的魔鬼测试搬上来 哎呀 这下就有意思了 其实哪怕在这种高压环境下 12S Pro和Ultra在前面的几分钟 坚持的还算不错 还算是比较坚挺的 但是Pro大概7分钟左右就吃不消了开始降频了 Ultra倒是能坚持的更久一点 一直到12分钟才开始降频 两边降完频的帧率都被控制在了45帧 考虑到这是5G30度的魔鬼测试 我感觉这个表现好像还不错啊 是吧? 唯一的遗憾是Pro这边出现了几次比较大的卡顿 CPU的频率会突然降到0.8G以下导致它的帧率掉下了30帧 但是Ultra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甚至可以说是除了小米90Pro以外 我们测过的最强的30度5G性能之一了 和K50一样是非常优秀的表现 甚至在30度的测试当中 机身的表面温度最高都只是47度多 这个发热控制的也还可以啊 这样看下来 骁龙8Plus不说征服原神吧 至少也离得不远了 对吧? 那我觉得也是时候再加一加码了 还记得我们前面为了测能效 把这两台小米手机都root了吗? 既然已经root了 咱们要不就强制修改一下分辨率 跑一个1080P的原神玩玩呗 GL2C里面小手一拉 咱们的原神现在就跑在1080P的分辨率上了 有没有感觉清晰度明显提升了呢? 当时我们K50的天玑8100在1080P下跑出过40多接近50帧的性能 而这个骁龙8Plus的GPU表现还要来得更强 理所当然的跑1080P的原神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散热OK就可以顺畅地跑到60帧 这可是1080P的60帧啊 虽然画质上讲 这个安卓版的最高画质也就和PC的低差不多吧 但是1080P低画质跑60帧 也已经有核显笔记本的水平了 这还是挺不错的吧 那我们要不再横一点跑一个2K分辨率呢? 说跑就跑 1440P干就完事了 那我发现在原神里 小米锁定了GPU上限 频率是不让超过765MB的 不过这个难不倒我 反正已经入它了嘛 再来干个温控什么的又不是难事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我们总算用900兆满血的GPU频率 跑起了2K分辨率的原神 这个时候的游戏帧数居然还有40多帧 将近50帧的 这个帧数能玩啊 与此同时 它的画质却惊喜到可怕 点对点的超高分辨率实在是太清楚了 用这种画质玩游戏 那才叫爽嘛 除了原神之外呢 我们也测了一下王者荣耀的60帧 中低负载的游戏功耗 这里面骁龙8Plus表现得也不错 是2S Pro和Ultra的整机功耗 都可以控制在2.8W 甚至要比K50都要略优一点点了 当然和iPhone的A15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是在安卓阵营已经是很不错的水平了 这骁龙8Plus的游戏表现确实还行啊 这总算是把高通旗舰芯片带上正轨了 能耗比上的进步 不光会让游戏受益 续航也可以得到改善 我们实测12S Pro和12S Ultra的续航都非常顶 在我们的5G综合续航测试里面 和K50和iPhone 13 Pro Max这两个怪物 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比起12Pro和K40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比12Pro整整多了两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续航长了37% 你看12Pro和12S Pro放在一起是长得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一个升级的芯片 那要是不了解情况的普通人 肯定是想不到他们的续航能差出这么多的 就以12S Pro和Ultra这个续航 如果是一个不那么重度的使用习惯 没准能够撑到两天一冲了 不错不错啊 好了 今天我们好好地测理一下小米12S Pro和12S Ultra 把骁龙8 Plus的功耗基本上给摸透了 不知道你们对这次的半代升级满不满意呢? 我个人觉得还行吧 虽然它谈不上完美 毕竟CPU的表现也好 游戏的能效也好 又想赶上苹果阵营 仍然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对吧? 但是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端了 咱们总算是看到高通往前走了 对吧? 小米的这两台机器也足够扎实 至少从游戏性能来讲表现得还行 而且我觉得既然芯片的大问题解决了 那么调教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毕竟在骁龙8的时代 大家都是蝼夷啊 你调的好一点调的差一点 又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烂跟更烂的区别 对吧? 现在骁龙8 Plus的机器 我觉得就跟我们之前测的天际的机器一样 厂商的调教会更明显地影响 更明显地决定各家机器的表现 那么到底谁才能当这个驯龙高手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最后我们也把骁龙8 Plus的测试结果 统计到了SoC PK的排行榜上 尤其是CPU能效排行榜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这个骁龙8 Plus可以略微地排在天际9000之前的这个位置 包括前几天测的恋户座 还有我们没有做视频的Google Tensor 这些平台我们也都更新在了SoC PK上了 想了解的同学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用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最好能够分享一下视频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的店铺 极客万的店看看各种周边 很快我们也会上架M2 还有显卡爆炸图的T恤 都是短袖的T恤 喜欢的同学可以来我们的店里选购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